大家好,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星期六晚,英超新一輪激戰數場 其中白禮頓和車路士將位前者主場一決高下 白禮頓近況下滑,行好車路士近兩周雙線作戰順率不高 不妨看好雙方金鋪握手言和 白禮頓上一季在英超進步比較大 球隊最終成為積分榜中油分子 來到新賽季,他們都一度表現不錯,甚至擠身歐冠區 可惜自從主帥被挖走後,全隊都未能及時適應新帥迪沙比的戰術 白禮頓在過去五輪英超入面都未嘗勝職 球隊上一次的聯賽贏球還要追溯到九月頭 除了有朴大的出走,白禮頓遇到最大問題 就是陣中大部分球員都陷入進球方 之前五輪英超,攻擊手里安道托沙特包辦了全隊四個入球 除了他之外,其他一眾攻擊手也難以見攻 而且不理的是,這位比利時人雖然聯賽至今已經攻入了六球 但其中有五球是作客的入球 他並不擅長主場殺敵 這輪迎戰車路士,對手現任的主帥撲達對幾隊知根知底 白禮頓毫無秘密可言,放手一搏,畫好是這隊搶分的唯一途徑 陣容方面,衝場積及摩達和前鋒三尖分加因雙無法出戰 車路士近期一直雙線作戰,球員體力方面必定不及白禮頓充分 正因為在今屆歐冠分組賽中,車路士頭四輪過後的出戰形勢不清晰 他們不得不把重心放在衝擊16強入場卷上 在上一輪分組賽,險勝薩爾斯堡後才提前進級 而背後的代價就是英超方面連續兩輪和對手打和 當中只有佐真奴罰入一個12碼入球 其實車路士近期在歐冠的進攻表現都非常好 在這個月的三輪分組賽中,單場都至少攻入兩球 夏威斯和奧巴美揚等攻擊手軍有建功立業 前者的入球還相當精彩,只不過他們需要將戰鬥力回歸英超 值得一提的是,雙方過去六次在各項賽事直接對話 他們都曾打和五場,當中四次踢出1比1的比分 車路士今次徽軍勝算不高 陣容方面,他們中場簡敵和後衛列斯詹斯等人還會繼續欣賞缺陣 中文字幕提供 請看足球戰鬥賽事 中文字幕提供